这株偏叠植物 这株石莲花 这颗扶鸟 简单解说多肉植物盆栽的名称 现场摆出许多组合盆栽 有一般祝贺送礼的兰花盆栽 还有前阵子流行的多肉植物盆栽 以及最近流行的空气凤梨盆栽 全是田伟店家精心设计的组合盆栽范例 比较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照顾 呈现的又不同的那种情境 多样化的情境 彰化县田伟公路花园协会 配合政府举办疗愈盆栽制作课程 去年已办理12场 今年还要举办47场 场场爆满 可见民众在后疫情时代 对疗愈课程的需求与日俱增 这次举办2021年第一届商品化组合盆栽竞赛 广邀绿手指参加 我们参加每一间的业者 他们的特色都不一样 就是利用这次活动 除了比赛经营多年花艺的公路花园 业者表示 由于疫情影响 民众会选择来空旷的公路花园赏花买花 而小型盆栽推陈初心 更是受到消费者喜爱 这次开放40组参加 收奖奖金高达2万元 鼓励参赛者勇于向大众分享自己的作品 也举办成果研讨会 未员一产业续积永续能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喜红台湾彰化采访报导